我们来上学呀 我为了长大朋友在中国住了想要去英国 我为了长大朋友在中国住了想要去英国 有时候啊 我们真的还不得不佩服大陆人的爱幻想的精神 那经常就幻想台湾已经被武统了 幻想两岸开战 上午打仗 下午就直接领身份证了 那幻想台海中间呢 已经有一座桥了 大陆人这种RQ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平常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放弃幻想接受现实 但是这句话在大陆应该反着讲才对 应该叫放弃现实接受幻想 整天就在那幻想 现在打开抖音了 好多幻想的 那最近中国抖音上又有一股跟风潮 来这个幻想台湾 而且这个逻辑非常的弱智 我如果现在跟你讲出来 很多人可能都听不懂这个逻辑 你get不到这个笑点 这是两个人在抬东西 抬的抬的这个台湾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台湾了也要回家 我看了很多这种类似的视频 在抖音上有上万条 不是十万以上的搜索结果 而且这么多的影片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get不到笑点 但是很多大陆人就觉得很好笑 觉得很富有创意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弱智又不好笑的影片 然后看完影片之后 我们来再看一看 大陆人对此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你觉得好笑吗 你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而且这种影片超级多 非常的夸张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洗脑成什么样子 这么弱智的视频 只要加上两个字跟台湾谐音的字 他们就高潮了 大家都觉得很有创意 觉得大家的想法怎么这么的有趣 这么的好笑 我们继续看 听听听 对的 抬不动了 台湾呢 台湾也要回家 回家请你吃泡面 要同意的 必须是同意的 这个台湾了 台湾也得回家呀 你采出菜了 采着菜他也得回家呀 回家干啥呀 回家直播呀 那你直播王得请我吃合并面 我请你是统一的好不好 好 师傅师傅 台湾了 台湾了 天天 不用怕 把棒骨头还粘着筋 就算台湾了 我也要把它抬回家 台哥 不是这样抬吗 合并了 才稳 真稳 师傅我饿了 有没有东西吃呀 家里有很多方便面 都是同意的 台湾了台湾了 开什么玩 但台湾也要回家 要断了 它断不了 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了 坚持一下 对岸就是这样 好 回家 肚子热了 家里还有泡面啊 我要吃统一的 好 必须统一 我的我的 台湾要回家呀 跟我请你本事 不许啊 他必须统一呀 表哥就阻止台湾了 台湾回家 可以的 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马云 小马云 台湾也要回家 回家回去你吃泡面啊 我要吃统一的泡面 吃统一了 OK 吃统一的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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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辛迹 OK我们就先看这么多 那像这种很低俗 很烂的 很垃圾的 很垃圾的影片呢 这种视频在中国很多人说 哇好棒 好赞 好nice 相信这种影片呢 在台湾或者其他的文明国家 大家都觉得很低俗 就很没有营养 很没有水准 就是很弱智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 就这种视频呢 在咱大陆啊 很多人就觉得很棒 好棒棒 要为他点赞 我们就看到有中国网友留言表示 富有创意的想法 希望这种正能量 搞笑视频越来越多 就是他还不嫌这个有多低俗 他还希望越来越多 可以说是无药可救了 那还有网友表示 这就是中华文化博大今生之处 给外国人看 他们没有看懂 我们一看就明白 台湾了 台湾也要回家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现在笑 真的不是被他们那些笑点 get到 我就笑他们这种阿Q精神 这种幻想 这种自卫 打手枪打飞机的精神 接下来还有一位中国四川的网友 就表示啊 他有一个创意 我们看一下他是什么创意 他说 我也有一个创意 如果你把老婆搞生气了 高雄了 高雄了也是一家人 高雄了在我们四川口音就是高雄 两口子应该要和和气气 再这么吵也是一家人 高雄是中国台湾的 好吧 就是大家都在互相比 看谁的创意更低级 更低俗 完全get不到笑点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把老婆搞生气了 把她搞得凶起来了 搞凶了 然后就扯到什么高雄了 高雄是中国的 这两者毫无关系吧 就像你们抬一些东西 台湾了 怎么要牵扯到台湾是中国的 你们就算去要一迎台湾 我能理解 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的 我也有创意 历史作业太难写了 太难写也要写 太难是中国的历史 再怎么难写也要写 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把台南两个字 给谐音成台湾的台南 历史太难了 历史台南 台南也是中国的历史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要硬扯上关系 只是读音 其实读音也没有太像 但是他硬要把这个牵扯到中国跟台湾的这个关系上面 两者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十万八千里的这个关系 但是他也要把它硬拉上来 你就看到中国很多的网友过去也是这样的 就喜欢去幻想去意淫 明明台海中间没有一个大桥 但是他们就可能在中国的一些国家政策的不风捉影之下 他们就觉得这个桥未来的计划盖了 甚至有些人就说这个桥已经盖了 已经通车了 相信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他们相信说这个桥已经通车了 马英九不都来中国大陆了吗 马英九来中国 就是坐中国高铁过来的 你看这些精神就是RQ精神 你还不得不佩服 对吧 还有网友表示 这种创意和点子非常赞 比那些美女跳舞有营养多了 让孩子看了 知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有趣的短影片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也是发生在中国 就是一个中国的老师啊 他在记录生活 他就无意间的去问他们班上的小朋友 长大了 你要做什么呀 有什么梦想啊 不料翻车了 当然这些短影片在中国没有遭到封杀 但是已经遭到抖音平台的限流限制 那除非你要自己去搜寻他的账号才能看得到 就是这个老师啊 问小朋友说 你们长大想要做什么 现在为什么要来学校幼儿园读书 小朋友就说 我来幼儿园读书是为了长大 我不想在中国待了 我要想去国外生活了 我要去英国 反正是非常的暖心 其实也不是很敏感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暖心的画面呢 在很多人看来啊 很多大人看来也引起了共鸣 那有些大人呢 就不是像中国的那些小粉红一样 因为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他们也想去国外 但是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 等等的限制 所以他们就很欣赏这个小朋友 童言无忌啊 能够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发表出来 也不会担心遭到抨击呀 我们来上学呀 我为了长大朋友在中国住了想要去英国 这几则是批评小朋友的 很显然这些都是小粉红嘛 他们就算你是小朋友也不放过 那就有小粉红留言说 这小朋友长大 绝对是当汉奸的料 这种留言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不看这种留言 我们就看一下那些引起很多人共鸣的留言 那就有中国网友表示 太可怕了 这么小就知道润了 这一定是封城期间生下的娃 我觉得这应该是反讽啊 也不是小粉红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留言说 这五岁不到 世界观已经比许多国人还长远了 经常听一些人说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此生不悔入华夏 打死也不出国 等等这些话听都听腻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存活久一点 不要被封锁了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还有人说 我也想出国 可惜我已经三十了 很羡慕这么小就知道往外面的事件发展 现在我也有这种想法 已经来不及了 周围大多数人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算是这个社会上的异类吧 所以我能理解小朋友的话 也很羡慕他这么小的年纪 就能说出这么长远的看法 还有人说 听了破防了 那一句不想要在中国住了 到处了很多成年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因为童年无忌 如果是大人说这句话就被网爆了 被贴上汉奸卖国贼境外势力等等的标签 其实大家不是不爱国而是想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国人不是喜欢说为谁谁谁点赞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为这个小朋友 为他点赞 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 成年人的想法 都远远不足这个小朋友的想法 长大了想要干什么 我长大了 我读书了 我就是要好好读书 为了以后不在中国生活 我要去英国 我要去美国 对吧 所以说有些大人呢 还远远不足一个小朋友的智商 没有他们的看法远 也能理解 因为小朋友接受的洗脑比较少 因为大人 譬如说十岁 二十岁 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多 你这个思想被洗脑的越来越深 所以叫同言无忌嘛 所以是小孩子 他接受的思想还没有那么深 洗脑还没有那么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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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所以说对于他们还不能理解 什么共产主义啊 伟大的领袖啊 中国厉害了 等他以后了 唉比较遗憾 就是比较担心 就是他以后长大了 估计搞不好也是厉害了 我的国 然后看到他小时候的视频 就卧槽 我小时候怎么这么傻逼 还想去英国 哎呦我去太傻逼了 长大了 可能他就跟那些小粉红一样了 说什么厉害了 我的国 此生不愧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来世还做中国人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 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过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助频道